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進這個影片 跟我想來玩薩達傳說王國之類 我說為 終於到了這個時間 我們要解這個遊戲的三個聚精化石 我現在人在這個地方 我在東阿卡藝站的附近 我在這個 喬伊 喬奇伊烏神廟這邊 如果你查到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神廟的下面你會看到一個NPC 我們來跟他講話一下 這個叫做柳奈 柳奈他想要看聚精化石 他說他接下來要去看奧爾廷的聚精化石 他幫我們把這個很化石的地點標出來了 那我們就從 德意布朗遺跡鳥望台那個地方出發 會比較近一點 叫我幫我自己傳到德意布朗遺跡鳥望台這裡 傳到地圖的北方 傳到這個鳥望台以後 我們來開下地圖 確認我們要去哪個地方 開下地圖以後 如果你在你的地圖上面沒有看到光點的話 你就選冒險筆記這邊 然後選到奧爾廷大化石 再回去看你的地圖 你的地圖這邊就有一個發亮的光點 這就是我們要去的地方 那我們出發囉 我已經看到有化石的那個頭了 我們就一路飛過去 好這樣我們就來到了這個大化石這個地方 光點的這個地方 如果你來到這個化石的話 你往左邊看 你會看到有個神廟在那邊 看到嗎? 等一下我們要去寫這個神廟 但是在那個之前 我們先去這個化石的頭部 柳奈在下面等我們 在這邊 跟他講話一下 他說他也來看化石了 不過這個化石的眼睛 有一個眼睛不見了 眼珠跑到哪邊去了 這樣眼珠在這邊 如果你找不到的話 在這個地方 在這塊石頭裡面 我們來把我們的阿圓叫出來 請他來破壞一下石頭 這就是 化石的眼睛 嗯 你就把眼睛放在眼球 放在眼窩裡面 像這樣我們就完成這個化石的任務 人呢? 在這 他在這邊監工 接下來他想要去看的是 海布拉的大化石 我們等一下再去海布拉的大化石那邊 我們現在去解剛才那個神廟 這樣我們就來往地圖的那個方向移動 就在這個 金魚化石的尾巴的方向 就在這個 金魚化石的尾巴的方向 這樣我們就抵達了 瑪雅可可神廟 位置在這個地方 在奧爾廷大化石的附近 這個神廟的名牌要墜落刹那 從左邊這邊有個機關 彈射上去 然後上面有一顆球 你把球放到軌道這邊 然後球就會沿軌道滑下去 在阿車的掉下去之前 你把這個機關打開來 哪個機關? 這個機關 球壓到這個機關以後 下一個房間的門就會打開 我們就可以繼續通關 下一個房間有更難的謎題 我們從右邊這邊彈射上去 然後彈射到這麼高的地方以後 然後再彈射到更高的地方 這邊有一顆球 你讓這顆球開始滾動 然後在阿車的掉下去之前 射這邊的機關 希望球能夠掉到機關上面 如果球掉到機關上面的話 我們就可以通關了 但如果失敗的話 你就再一次 球會重生 接下來我們到這個地方 這下面有一個寶箱 我們來拿這個寶箱 這邊這個 這邊這個 這樣寶箱順利的掉到水裡面 如果寶箱有時候不小心掉到 這個坑洞裡面的話 你就重新再low一次這個神廟 重新擠這個寶箱 裡面有大的佐納屋能源 這樣我們就寶箱這個神廟 離開這個神廟以後 我們去寶箱海波拉大化石 我們把地圖打開來 然後選到冒險筆記這邊 然後把海波拉大化石的這個任務 把地圖打開來 這邊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 打開以後 你再看你的地圖 你就知道我們要去哪個地方了 這邊的話 我們從空中掉下來比較快一點 空中的這個神廟 我們直接解 風之神殿的時候 就有打開過這個神廟 就有打開過這個神廟 傳到這個神廟以後 我們往後面走 這邊很冷 我們來換一下衣服 然後持續往地圖上的光點這邊出發 這樣我們就來到這個地方 這邊是海波拉大化石 然後一來的時候 你往回看 你會發現上面有一個 魔幽衣 把它打下來 就可以拿到魔幽衣的遺失物 然後你來跟 NPC講話一下 說這個巨星化石的骨頭脫落了 好 這樣我們就來 把骨頭 放到原位 這邊有一個骨頭 我來叫我的阿元出來 我來叫我的阿元出來 這樣喔 這次我瞄準一下 我把這根骨頭 放到他應該 放的地方 在後面這邊 就這樣我們就回復了一個骨頭 接下來下一個骨頭在這邊 被冰塊包著 那我的話我就拿一個火龍頭出來 我覺得會用火龍頭燒它比較快 把這冰熔化以後 我們就看到我們的 虎頭 不要被他 不要被自己燒到 太危險 太危險 好 終於被我們拼好了 拼好了 一會我們來去跟NPC講話一下 他叫柳奈啦 人家有名字 他有給我們50露比 紫露比 嗯 接下來他要去看沙漠地區 格魯德地區的化石 那我們就把我們自己傳到 雷茲神殿那個地方 從雷茲神殿那個地方 過去比較快一點 這樣 雷茲神殿大概在這邊 傳到這邊應該最近 我傳到雷茲神殿以後 我們先通天樹上去一下 到飛到不能再高的地方以後 通天樹一直上去 然後回到這個叫熔光室的地方 就是因為我們在打BOSS的地方 然後一看有一個方向會有 座位的感覺 你從座位的感覺這個地方 就可以通天樹上去 就是 有一個方向會有 就可以到雷茲神殿的屋頂 到屋頂以後 我們來把地圖打開來 冒險比例這邊 把格魯德大化石這個任務打開來 這樣我們回到這邊 地圖這邊 就知道我們要去哪個地方了 去這個有發光的這個地方 好這樣我們就到了 格魯德大化石的入口 位置在這邊 就發光的光點這個地方 我們就進去囉 在這邊的話 我們往格魯德大化石的後面走一下 你會看到後面這邊有魔幽衣 魔幽衣在比較高的地方 把他打下來 他被滾下來 沒有嗎 沒有嗎 我在練習的時候他要滾下來 我錄影的時候他居然就 給我漏氣 給我漏氣 好這樣我們上去拿魔幽衣的遺失物 那接下來我們要找這個 這個化石啊 也有一些骨頭要找 有一個骨頭在上面 你爬到在頭骨這個地方 你會看到上面有些石頭 就看大家要怎麼把石頭炸壞 可以把你的露珠叫出來 用露珠的能力來破壞石頭 我覺得太慢了 我覺得太慢了 我就 來吧來吧 來吧來吧 我就用炸彈劍炸好了 不要炸到自己 好醬 有一塊化石就掉下來了 反正第一塊化石在上面 接下來下一塊化石在 旁邊 在 這邊 有看到嗎 這邊有一個化石 你要怎麼把這化石拿起來 你就是要 用旁邊這個風扇機 大家看他要不要抓這個妖精 我就不抓了 就拿這個風扇機 要把這化石吹開來 要把這化石吹開來 人家說 埋著這化石的沙子吹開來 這樣把這兩個化石運到 大化石的頭部這邊 這好像身體的部分 前面是頭的部分 前面這個是頭 然後把身體 組在頭的後面 做的 我還沒有跟他講話 他主動跟我們講話 他主動跟我們講話 他問是金魚寶寶 這是金魚的媽媽 他想要看到金魚寶寶跟金魚媽媽在一起 親子在一起的模樣 他快要可以看到了 先組合頭跟身體 然後尾巴 再放到後面 把他黏起來 來跟這個NPC講一下話 那這個就是今天的薩爾達頭說 感謝大家收看 今天我們解了三個聚精化石 那我們就下集再繼續玩下去 下集見 掰掰